哈喽,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素描小课堂 我是毛毛老师,我又来了 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素描中的线条练习 线条呢是素描中的绘画基础 也是初学者所需要掌握的知识 那么什么是线条呢 我们来画一组线条 这就是线条,再给它交织一下 那线条有什么特点呢 咱们来看看 首先我画一条横的 然后呢,我再画一条树的 斜的 交错一下 细形的同学呢 可以看到咱们的线条是不是两头比较细 比较轻 没错了 那我们的线条特点呢就是两头轻 中间呢偏重 两头轻 中间重 那么在我们素描绘画中 线条一般分为 长线条 和短线条 那么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先看长线条 我先示范一下 同样的保持两头轻中间重 横的 横的 竖的 斜向的 各个角度来一笔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特点是 长和指 那么这就是长线条的特点了 那如何操作呢 怎么样画出长线条的感觉呢 咱们看啊 我们的握笔呢 轻轻的捏住笔杆按 然后手腕保持不动 手臂 用我们的手臂来挥动 挥动我们的手臂发力 笔尖呢 与纸面形成35度到45度的角度 我们来操作一遍 笔尖快速地划过纸面 保持两头轻中间重的效果 我们先画一组横向的 线条呢 尽量保持长和直 注意我们的手部动作 是手臂发力 手腕保持不动 手呢 轻轻地捏住铅笔 笔尖与纸面形成35度到45度的角 快速地划过纸面 保持两头轻中间重的效果 我们的操作是手腕保持不动 手臂发力 那么现在手上有笔的同学 可以跟我一起尝试一下 手腕保持不动 手臂呢 发力 那么长线条呢 一般运用在素描绘画中 前期到大的轮廓比例 起形阶段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讲解短线条 我们先来看一组短线条 交织一遍 细心的同学呢 可以看出来短线条 似乎要比长线条短一些 成组的表现 我们再来一组 我们再来一组 发力 发力 手臂保持不动 手轻轻的捏住铅笔 笔尖与纸面形成一定的角度 快速的 快速的 成组的排线 接下来呢 要分别演示长线条和短线条的练习方法 首先呢 是长线条的练习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画米字的方式练习 画一个大大的米字 横的 竖的 斜的 各个角度来一遍 第一个方法 画米字 第二种方法呢 通过画几何形 画正方形 三角形 画一个梯形 以及任何形状的几何形都可以 目的是为了训练我们每个角度每个方向的长线条 把我们的手给令灵活了 线条呢 可以交错 第二种方式 画几何形 接下来呢 是第三种训练方法 通过拉长直线 多段式的连接 一段一段的连接 拉长直线 保持两头青中间重 线条之间衔接自然 线条呢 可以拉长一点 第三种方式 多段式连接 那么这就是长线条的练习方法 有画米字 几何形和多段式连接 接下来呢 是短线条的练习方法 第一个呢 是各个角度都来练习一遍 线条成组 各个方向 各个角度 首先是横的 接着呢 是竖的 然后呢 是斜的 左斜和右斜 目的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手给练灵活了 各个角度都来一组 第一种方法 各角度练习 第二种练习方式呢 要配合我们长线条进行练习 首先用长线条 画出几何形体 再用短线条填充 从一个角往另外一个角推 线条呢 要保持一定的间距 线条尽量不要出去了 在这个几何形体里面 可以来另外一组进行交叉 那么这就是第二种方法 几何形填充 接下来呢 是第三种方法 九宫格式 首先我们用长线条 画一个九宫格 每一个格子呢 尽量保持大小均匀 拉长直线 然后每一个格子呢标好续号 接下来从第一个格子开始排线 从一个角往另外一个角进行推移 线条之间尽量保持疏密感 疏密均匀 然后 再排第二个格子 第二个格子呢就排两层 接下来排第三个格子 咱们依此类推 直到第九个格子 就排九层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层格子都不一样 从一到九 颜色深浅也有变化 那么 这就是第三种方式 九宫格式 用线条填满每一个格子 目的是为了训练我们的排线能力 接下来呢 画一条曲线 再画一条曲线 然后用短线条填满曲线 是不是像一条弯弯的小溪 在排线的时候呢 要注意疏密 线条的角度呢也要有变化 到宽的地方 咱们线条可以画长一点 来点交错 将这条小溪呢填满 这就是第四种方法 小溪式练习 小溪式练习是训练大家在不同面积大小情况下呢 进行灵活运用的排线 以上呢就是短线条的练习方法 有各角度的练习 几何填充 九宫格式 以及小溪式 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有遇到问题的话 可以添加客服老师的联系方式 随时欢迎咨询哦 好的 今天的素描小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啦 咱们下集课再见